大型扭蛋机助阵同乐 真才博览会出新招 但怎么脱颖而出 履历表关键16秒 像这一位留下姓名 生日联络电话 想靠一张日历真才 一秒被资方打枪退货 还有装可爱火新闻也不行 内文出现错别字 没放照片更是大忌 那个小小的格子而已 所以想说放证件照也蛮适合的 专家点破 履历表16秒决胜负 第一眼从照片看起 接着是学历工作经历 还有个人专业能力 其中照片好看与否很关键 使用一般证件照最保守 学士照容易和菜鸟化等号 只限定新鲜人使用 而生活照要放 还得看工作性质而定 生活照 艺术照 沙龙照 有人跟狗狗一起照 有人在树下拍照 若你已经工作了两年 最好不要用学士照 因为你用学士照 无非就是告诉人家说 我是一个菜鸟 比如说一些生活style的职业 或者是行销类的企业 可能对于个人行销 会比较希望有一种生活中的 平凡的事情 投球职履历只是第一关 进入面试后 若被问到有什么问题 想问公司更要好好把握 有 然后我就直接问他 薪水跟收入这样 可能他会最先想要知道 我想要什么吧 专家提醒放弃回答或随意发问 都会扣分掌握不同提醒美港 才能出奇制胜 三立新闻张哲录 曾家轩 台北报导